近年来因为空污问题严重影响到县内乡亲的健康 在本次的会期中县议员邱美玲就提出建言 希望在PN2.5指数超标时 能够提供手机警讯提供乡亲注意 让民众能够及时保护自身健康 在我们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手机马上发出警戒 在我们土石流的时候 我们的手机马上发出警戒 那你有没有想过 若是我们的某个地区PN2.5超标的时候 我们也提供这个警讯给民众 请他们记得戴口罩 是不是这样的作为 会让我们的民众更及时及刻的来保护我们自己 县原料制成就空污问题 也希望由县府带头从自身做起 宣导减碳的观念 并且能够呼吁宗教寺庙减少燃烧鞭炮 精止 相信也能减少许多来自空气的危害 以米代金 还是我们的香炉 可以每一个香炉都一炷清香就好了 也不用大的香 各方面我是觉得各方面来推动 尤其是我说这个环保炮车 你一次 其实中年我就要求你一台可以做十台 你包括很简单的就是国船里的 这个理办公室的营运机就好了 那也是同样 很多都用座的 就不会延伸到财产的问题 夏天来临小黑纹问题也让乡亲非常的困扰 县原许阿甘在会议中 也建议县府推广使用碱水来消灭小黑纹 并落实环境清洁才可避免小黑纹滋生 前两天去喷洒了这个碱水 那结果实验的那一天就是我们4月21号当天 所有参加的人次大概将近600人 差不多600人 我有个人问 你们今天感觉这个小黑纹的状况怎么样 几乎是没有人说有叫小黑纹中 标示说这个碱水真的是对这个小黑纹真的是有好够 日月潭风景区是台湾知名的观光景点 但在伊达绍商圈每到假日就会产生满地的垃圾 县原石庆隆也希望环保局能够找出解决的方式 才不会让未来旅客造成不好的观感 日月潭的这个地区特别是伊达绍商圈 游客随地丢垃圾特别在假日或联系假日特别的严重 因为它不属于我们家庭的垃圾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希望工部门能够出面来做一些改善 南投县近来积极推广观观光发展 而环保及卫生问题对于整体观光推动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议员们也希望不论是空污、小黑纹防治或是垃圾等问题 环保局及卫生局都应该要好好重视 除了保障乡亲生活品质的提升 也不会让游客留下不好的观感 对观光产业推展造成影响 记者陈建豪、陈维一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